好多謝你一直的照顧 可以告訴我,是為了什麼萬人生? 我好不安樂 因為在這裡實在太多那些東西了 太多?究竟你想說些什麼? 其實我看到些東西 是什麼? 幽靈 頭痛的話就回家 如果肚子痛的話就讓我用這把劍來幫你治療 好了,真是辛苦你了,七尊同學 讓我來照顧他就可以了,你可以回去 看看你睡覺的樣子 似乎一個小孩子 你醒了嗎?真是聰明,這麼快就起來了 激氣啊,為什麼我會這麼怕水? 五月老師不是和你做過很多特訓嗎? 就是因為這樣才有恐懼症 有十三次,差點連命都沒有了 激氣啊,今天真是黑過蜜豆 你都算幸運了 你說什麼?還行再樂禍? 沒錯,沒錯,是這樣 讓不幸之神依附在身,是你現在的難題 所以他就不幸之神就是我的偉大使命 接著下來,我就會說個給不幸之神依附的人的故事你們聽 為什麼? 為什麼? 給不幸之神依附的那個男人 究竟怎樣? 他逛街就一定會跌落坑渠 吃三天前,吃剩的麵包就會食物中毒 哎呀,那也是因為他窮的 他什麼都沒有做過,但是電話就經常打不通 家裡的電單開不著,每戲也會自動截斷 到了最後,結果就是 連誰都沒有愛 他只是沒有錢,家賓廢物費而已 你不要在這裡嚇人啊 那個男人 做事在那間公司收拾了 所有喜副的事業都失敗 最後連唯一了解他的老婆 也都因為這樣而沒有眼睛,所以走了 哎呀,等等,不要說 我好恐怖啊 由古至今 全日本最賭媒和生活最不幸的死窮鬼 為什麼你的語氣這麼像說這條差 那你現在明白了 你要奮鬥到底,完成驅魔 我一定會努力幫你的 我一定可以幫你驅走這個不幸之神 哎呀,這個這樣的環境才是不幸啊 千水,我最了解你的不幸了 你大可以放心啊 什麼真的嗎 不幸之神神像 不幸之神神像 這個紅色神像會顯示你的不幸指數 你的煤氣清脆的話,它的紅色就會消失了 簡直沒有啊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用盡所有方法才行的 知道嗎 原來紅色 哎呀,好癢好癢啊 我頂不住 總是紅色 原來真的假裝的 啊 啊 不是就拒不走不幸之神的了 對不起 千水,你受了這麼多苦 我都不知道 我的確是 沒有資格 做你的媽媽 哎呀,哪是呢 沒那麼嚴重啊 我為了千水你 一定要拼命祈禱 直到這個神像變回顏色為止 這些就是我的無奈 奇怪了 如果不幸之神消失 應該是會變回普通的木匠 本來就是的 我真的 很失敗 果然是 我也覺得奇怪了 我想了很久了 不知道用什麼顏色 原來是木的顏色啊 其實都無所謂的 沒事 就可以了 如果染上大家的顏色 那不幸之神都會消失了 是不是